今天在昆頓身邊有一位雷歌手 他是思康喬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na思康喬 你們好 Hello 你好 這次是派你的第二首個人單曲 這首叫做二仔圓 上一次是初心 在之前是和師姐合唱歌 好 來到第三首歌 見人見多了 其實對自己做歌手的身份自在嗎 自在 希望越來越自在 因為本身很多人都會說我比較安靜點 就是慢熱點的人 所以一開始可能很多訪問 我都不是說得很多東西 表達不是很多自己 現在因為我又有做一個電台節目 而且我又有越來越多訪問 始終這也是第二首歌 每件事都比起剛剛開始 當初自己從小喜歡表演 又喜歡唱歌 到有人找你 不如你試試唱 好啊 就簽了做歌手 是 不加連時間 即是現在來到自己的第三首歌 其實 背了歌手的身份上身 和你當初的幻想有幾大分別 都幾大分別 因為我本身是以一個玩 part time的形式 因為我在讀書 家人都覺得你玩一下不要緊 但到現在是很認真 因為你簽了歌手之後 你是一個公眾人物 你可能做很多東西 或者是 尤其是我覺得錄歌 和我想像不同 以前可能覺得就這樣唱 這樣就可以了 原來你錄音 是注意的細節有很多 或者是一首歌 我之前唱的都是人家的cover 但現在是有自己的歌 還有自己的歌 你要想一下自己怎樣去摸索歌詞 因為我是沒有Demo 我純粹只有音樂 要自己去想一下怎樣去演繹 那個情感 我究竟明不明白他想帶出什麼訊息 那自己會開始想很多事情 有成熟了 比剛開始的時候 來到今次這首歌叫《耳仔縣》 作曲曲間就是有張嘉誠 然後填詞的是酒耀斃老師 沒錯 這首歌或者來到現在去做歌手 其實你在音樂上的參與度有多大呢 音樂上的參與度 其實我由第一首歌初心 開始是他給我一個歌詞 然後我看看覺得怎樣 一開始是有得選擇的 他其實有幾份詞 幾份詞 對 今天是很好的 他給了幾份詞 然後是同一個melody 那我去選擇 那我就選擇了《初心》 因為《初心》 我覺得作為第一首歌 是很fresh 還有是有些關於 我喜歡給別人有一種意義的 就是聽完這首歌 可能得到一些東西 那《初心》就給別人一些正能量 而《耳仔縣》 其實我一開始聽這首歌 是有一點覺得 咦 這麼搞笑的 那個名字 還有我自己本身覺得 那個人是比較 不是那麼耳仔縣的 所以我反而很想更加好奇 究竟他份詞 想表達什麼 因為我自己覺得 耳仔縣的人 其實是不是那麼好的 沒有主見 對 沒有原則 經常聽別人說 我不是那麼喜歡 但我後來認真看過這份詞 發覺他是講愛情 他講愛情上的一些抉擇 我覺得 就算一個挺有原則的人 其實總有一些時候 會有心軟的時候 因為他一定會有些困難 或者有些煩惱 是放在心裡的 只不過他平時可能沒有表現出來 這首歌 其實主要是想令到別人 有同感 當他面對一些困難的時候 另外就是 當他真的在抉擇的時候 最後都可以因為認識自己 去選擇他對的東西 即使面前有 可能放在愛情上 有兩個很好的對象 我兩個都很喜歡 怎算好呢 又或者不是愛情 可能放在生活上 有兩份工作等我選擇 我做哪份好呢 就是要認識自己 再去選擇一個 那一刻覺得自己適合自己的對象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我最終的意義 我看到這句歌詞就明白了 因為他其實是想發掘到 令到你去看看怎樣更加了解自己 因為煩惱每個人都會有 那你怎樣去更加認識自己 我自己就看書 可能看很多不同的書 然後就由自己去反省一下自己 這樣去認識自己 你喜歡看什麼書 其實很多的 我特別喜歡哲學 或者是心靈那些 即是心理學那些書 即是看完要想法 是的 或者是情緒 很喜歡很多的 很多元化 你自己讀什麼 其實我自己讀幼兒教育 是的 所以心理上的東西都適合的 就是怎樣去投放在 你對小朋友的時候 怎樣跟他們溝通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適合你自己的 是的 有關提 是的 又幫到自己 幫到自己 在認識自己的過程當中 就算是去看書 是的 好了 認識自己其實每一步 都是認識多一點自己的過程 是的 當初有聲嘆叫你拍廣告 是 再批你去說不如簽入做歌手 這些都是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 是的 原來我喜歡表演多一點 嗯 原來我都可以試一下去 擺自己走前一點 嗯 一直在認識自己的過程當中 一步一步走到現在 是 你覺得這一步走得對不對嗎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我自己是 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是比較沒有自信的人 雖然我喜歡表演 但我要表演那一刻 才是有自信 平時都是比較正義 就是on stage 拍攝 是的 因為我小時候開始跳舞 我跳舞 只要在台上那一刻 我是最有自信 到現在 我就覺得 可能這個是我真心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覺得沒有走錯 而且真的很感恩 因為我覺得現在 要擁有自己的一首歌 我覺得是不容易的 亦都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 是的 如冬天只等 一字初算 而我卻渴望 萬你星 萬你遠 原來塵世這樣的語 盡量蒙掉路太硬 難什麼 難道不改兩位都愛 你在音樂上 或者在娛樂圈事業上 你的目標是什麼 我的目標 其實我的目標 是 無論是我選擇現在讀的幼兒教育 我當時考完DSE 就沒有直接讀書 我考慮了一陣子 才讀幼兒教育 就是 我有個目標 就是希望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幫到別人 是的 譬如我當時會選擇 我做護士好 還是老師好 總之要幫到別人 而我現在唱歌 我希望我的歌 每一首歌 都有個意義 帶到給別人 可能有些人失戀 很不開心 他可能聽到 初心會振作 有些人可能現在 在經歷抉擇 甚至他可能是一個學生 但不知選哪一科 其實都是一個矛盾 他聽耳仔遠 又可以覺得 我可能可以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就覺得是 在音樂路上 我想帶給別人的一種意義 是 意義是建立在別人身上多些 你是想在別人身上 得到你自己的滿足感回來 我想別人聽完之後 會對他 我想給別人一些東西 他是有得到一些東西 你喜歡跟別人分享 或者這樣說 是的 總之要幫到他 或者他聽完之後覺得 開心了 或者是聽完之後覺得 舒服了 或者他聽完之後 有些事情想 這樣也是好的 是 好了 其實去年是新人階段 今天真的 這麼快就已經不是新人了 即是 蜜月期很短 非常短 非常短 好了 今年要跟所有歌手一起去做競爭的時候 其實擺起自己 你自己就說 可能心態只是想唱歌 給別人一些力量 但是事業來的 都要打拼 都要為自己著想 那件事你會怎樣處理 你會怎樣看待呢 因為很多人 其實由我入行到現在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即每個人都有他的意見 譬如我單單是訪問 都有人說 你不要這樣說 你要這樣說 或者你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都是耳朵圓的時候 是的 就是抉擇 很多不同的抉擇 我覺得 最後 我現在每天 應該以前 我都會每天都反省自己 即可能哪裏我真的做得不好 或者哪裏我覺得是好的 要保持 我覺得最重要是 看回自己有什麼問題 是最好的 反而你說競爭 其實我都喜歡多些人 我喜歡很多不同的音樂 是的 因為這樣你才有進步 如果你每個人都是一樣的類型 那便會悶 如果多些不同的 可能遲之又會有新的人 或者現在有些很厲害的人 那我就可以 繼續增值自己 是的 那你自己其實喜歡什麼音樂風格 我自己是 不要太外表感 我喜歡比較Rock 或者節奏感重一點 是的 那些節拍要很有Beat 那些 但是兩首歌都好像不是這樣 是的 初心有些 它是比較Pop Rock 耳朵遠就不是了 比較慢歌 所以接下來我自己 希望會有多些 比較不同風格 和這兩首歌 但剛剛開始 可以試著一些比較溫和的東西 慢慢讓大家耳入認識 對 然後就可以試一些自我一點的東西 對 就好像我平日的慢熱 慢慢讓人知道 有沒有跟公司說過 其實自己 我想試這種東西多些 他們有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都有的 因為我自己中學時 很喜歡Rolling in the deep 你覺得是一些很重節拍 他們都有聽我唱 那些 他們覺得我可以遲些試一下 這一類型 但一開始就要溫和一點 不然可能我的樣子 一出來嚇生人 對 嚇生人 對 嚇生人 明明出來很溫純 很可愛的一個女生 是這樣的 對 好像Rock 對 慢慢讓大家認識 小康橋 原來她的聲音是這樣的 然後下一部就是 她可以有其他變化 沒錯 她可以行一點 可以Rock一點 原來她有很多臉香 我們就看看 接下來你會有什麼新的歌 可以刺激到我們 亦可以表現到你的性格是什麼 再有歌 再有動向 再跟我們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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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